園內一名老師站在男童桌椅旁 手上拿著一根鐵湯石 不斷被男童的嘴巴敲打 小朋友痛得哇哇大哭 但老師仍不肯把羞 繼續敲打他的嘴巴 隨後老師才將男童同步向後仰 似乎在擦拭 直見男童一個亮腔往後一摔 老師又往男童身上打了一巴掌 隨後才代理座位 這一事件發生在高雄市南紫區 一家幼兒園 18號下午兩點多 男童被幼兒園老師用鐵湯匙打傷 男童母親也到派出所提告 男童左上門牙 被老師用鐵湯匙打到出血斷裂 身體也有淤青 教育局表示疑惑通報 與社會局積極了解中 同時警方也介入偵辦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維生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會再還原沉水 溫和不刺激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購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幫你把好康帶回家